梳理一样 东港恩太医院团队 正在协助东龙宫做初级救护技术员的训练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银王祭典 东港东龙宫培训救护志工 希望成立银王医劳团队 可以在绕境期间协助教班及信徒 进行相关医护处理 储备紧急的救护能量 人家的医疗培训 就是为了我们新挑战 还要用借电 参加我们的医工团队 医疗团队 到时 银王邀请的时间 他们全部都会来对待我们所有的队友 让这些信仲 有一个 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们可以来帮忙 可以来把这些信仲 照顾好 董事长强调 今年由于遇到疫情 在医疗团队的运作上更加谨慎 包含也规划好多项防疫配套措施 将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示 达到民俗文化推广及传承目标 也能让乡亲安心参与 疫情的关系 今年新挑战还要用借电 我们也是要尊重中央的政策 他要让我们怎么贏 贏到什么程度 我们历宫有准备 前来的服务的措施 到时我们要怎么贏 我们的配合中央政府 到时要尽量 看可以让我们疫情来解释 可以如期来进行 东龙公第一线培训志工 不仅将具备到院救护技能 也能取得专业技能战胀 因未来阴王平安祭典给予所需协助 并推广紧急灾难与社区急救处置等 做好万全准备 屏东新闻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